受害 击合拳这方面 在动保法上可以再多加努力 最后一个才是行动 重刑能不能抑止一个人的犯罪意图 不见得 虐待动物致死 可除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刑则是遏止犯罪的最后关卡 从送完源头就得仔细把关 只要到农委会网站 输入任养人的身份证以及生日 就能依照施打疫苗等记录 来判断对方是不是灰名单 除了公家机关有平台 可以查询 中途之家也会透过问卷调查 来做初步评估 你这个问卷写完 我们就知道说 你对这个猫了不了解 你有没有真心要爱猫 比方说一些养猫的尝试 你怎么在家里保护猫咪 这些知识你有没有 假如说这些写完之后 我们评估可以 那我们才会接下来谈这样子 除了用热氧器约来约束 还有中途之家送氧时开始播 让相关团体也能关注猫狗的新生活 一旦发现异状就能及时通报 有一个爱猫就是发现到说 那个猫 这只猫有在直播看过 然后他现在被丢在路边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他叫来开直播 然后他就跟大家道歉 送氧前再三耐心训练 让两人和毛小孩 都能尽快适应彼此 政府和民间努力眉合 期盼降低宠物受虐风险 三宣旅艳成想心仪 台北花莲采访报